美國國務院負責外交安全的助理國務卿埃里克·波斯維爾 因為美國駐利比亞領事館遇事件而辭職 另外有三人被解除職務 事件的獨立調查報告 評擊國務院兩個局內高層的系統性失敗和管理不善 導致班加西領事館失去保護 委員會說雖然駐利比亞的美國外交官 曾經一再要求增加保安人員 但在班加西領事館遭到襲擊時 保安人員的人數嚴重不足 美國副國務卿白恩斯說 發現的問題是不能容忍的 他說他們在班加西得到了沉痛的教訓 他們已經在這裡吸取教訓採取行動 他們必須要改進採取更多的行動 不斷減少所面臨的危險 確保他們得到所需要的人力物力 他們一定要保護他們 為了他們在班加西犧牲了生命的同事 白恩斯說他已經要求國會撥款加強一些設施的保安 美國國務院官員星期四 將會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 今年9月 在班加西的美國領館遇襲身亡者 包括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芬斯和三名職員 史蒂芬斯是自從1988年以來 首位殉職的美國駐愛大使